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三星电子和台积电正展开激烈竞争 争夺即将推出的2奈米代工工艺的客户 这两家公司都将于2025年或2026年投入量产 不过,下2奈米,技术的过渡引入了新的电晶体结构 大大增加了开发和设计的挑战 测试期间的初始成品率预计将在形成市场领导地位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台积电似乎在开发方面占据上风 它宣布了详细的测试生产时间表 同时积极扩大产能 苹果是台积电最大的客户之一 外界普遍预计它将获得首批2奈米晶片 而AMD和徽达则紧随其后 与此同时 三星电子最近开始与其首家2奈米工艺客户合作 2024年担任三星代工部门负责人的韩金万事严 要实现良率的突破性提升 不过,业内消息人士12月中旬报道称 台积电由于启动2奈米代工工艺的市产 通过其多专案晶圆NPW服务 台积电将允许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进行2奈米晶片的市产 预计下半年全面量产 许多业内专家预测 苹果的iPhone将搭载首批量产的2奈米晶片 三星电子也概述了2025年上半年开始市产的计划 并计划在第四季度全面量产 转向2奈米 技术标志着电晶体结构的重大改革 导致开发成本增加和设计复杂性增加 该工艺需要精确的建核技术 更高的晶圆平整度 以及原子层沉积LLD技术的进步 此外 用于3奈米 生产的大部分设备必须更换或重新配置 据报道 台积电已将其2奈米 晶圆的价格是其4奈米和5奈米晶圆成本的两倍 台积电董事长此前表示 客户对2奈米工艺的需求超出预期 甚至超过了3奈米工艺的需求 公司正在积极扩大产能 2奈米工艺的月产能目标为5万片 彰显了台积电 希望早日占领市场的雄心 三星电子决心从3奈米 环绕炸集GAA工艺的挫折中恢复过来 在韩晋万的领导下 专注于技术创新和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 努力包括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强市场定位 以巩固其在2奈米竞赛中的B组点 为准备2奈米生产 三星于2024年第四季度 开始在华城的S三代工厂生产线安装设备 现有的3奈米 生产线目前每月生产约15000片12英寸晶圆 目前正在进行改造以适应2奈米制造 该公司计划于2025年第一季度开始 为主要客户进行试生产 2024年早些时候 三星与日本领先的人工智慧初创公司 Preferred Networks PFN签订了生产基于2奈米 等人工智慧AI加速器的合同 除了制造加速器外 三星还将提供其先进的2.5DiCubeS封装技术 该技术将多个晶片继承到一个封装中 从而提高传输速度并减小封装尺寸 在丰田、日本电信电话公司 NTT和Fineac等主要投资者的支持下 PFN已成为日本人工智慧领域的知名参与者 原本预计最快将台积电代工的2奈米工艺 应用于产品生产的苹果 据悉正计划推迟量产 这是由于台积电产能有限 导致的制程定价过高 台积电正在全力提升产能 以支援2奈米等先进工艺的快速量产 业内人士日监表示 苹果公司预计将把用于采用2奈米工艺的新款iPhone中 使用的应用处理器AP的量产 推迟到2026年 最初预计苹果公司将开始量产产品 最早将于2025年下半年采用2奈米工艺 将AP嵌入iPhone 17系列或iPhone 18系列中 2奈米工艺是代工行业尚未进入量产的先进工艺 在台积电、三星电子、Rapidus等全球代工企业 竞相争夺的情况下 台积电在客户获取和良率方面被评估为领先 台积电目前正在与苹果、辉达、AMD等全球科技巨头进行工艺测试 预计苹果将成为其中第一个采用2奈米工艺进入量产的公司 目前台积电实际上垄断了嵌入iPhone和Mac系列等新产品的先进处理器的生产 问题是在台积电2奈米制成产能尚未适当扩大的情况下 测试需求不断增加 意味着客户企业可能需要付出高昂的价格才能实现量产 台湾经济日报指出 台积电的2奈米良率稳定在60%以上 但价格可能非常昂贵 以至于人们可能需要为每片晶圆支付3万美元折合4400万韩元 另外为了降低工艺价格并实现高效的制成运作 台积电需要确保足够的产能 因此人们土边预计 苹果2025年的iPhone 17系列AP生产将采用3奈米第三代N3P工艺 而不是2奈米 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 台积电全力确保产能 台积电目前2奈米工艺的产能约为每月1万片晶圆 据悉台积电正在投资设施 到2026年将其产能扩大到8万片晶圆 同期台积电计划提高3奈米工艺的产能 旨在加强其在先进工艺方面的领先地位 台积电还计划通过增加美国亚利桑纳州的工厂 确保每月相当数量的晶圆产能 总体来看 台积电的竞争对手三星电子 也在竭尽全力提高良率的同时 争取客户并与全球科技公司进行工艺测试 以占领2奈米工艺市场 一位半导体行业官员指出 除了现有客户日本的Preferred Networks PFN之外 三星电子还吸引了国内无晶圆厂公司作为客户 目前正在与全球大型科技公司一起测试2奈米工艺寻求客户支持 使辉达和高通等代工制造商实现多元化 首尔国立大学名誉教授兼下一代智慧半导体事业部负责人 Tim Yang Jun表示 随着3奈米以下先进工艺对台积电的依赖增加 由于缺乏生产设施 价格可能会上涨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无晶圆厂公司实现代工制造多元化的意愿越来越强 他补充到三星电子要抓住这个机会 不仅要提高当前2奈米工艺的良率 还要提高其效能达到客户期望的水平 这可能是三星代工厂最后的机会 该代工厂正在遭受苦难 数兆韩元的巨额赤字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